嘿,你知道吗?王一博这个名字已经不只是代表一个人了,他就像是一个多领域百变的传奇符号,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出生于1997年8月5日在洛阳这座古城诞生的他,是不是早就注定要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了呢? 2014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着对音乐的梦想踏入娱乐圈,他就是王一博。 这个unique组合的成员用他独特的魅力和天赋,不仅在音乐界引起了一阵风波,还让粉丝们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偶像。 那时候谁能想到,他不仅仅会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功呢? 随后,王一博开始在荧幕上展露头角。 2015年,他以主角身份亮相电影《梦想合伙人》。 这部青春励志电影让我们一窥他作为演员的无限潜力,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他给角色赋予的青春活力中时, 2016年,他又和unique组合一起摘得了International KM Music Awards的最佳编舞奖, 真是让人对他的多彩多艺叹为观智。 而他在综艺界的突破也同样惊艳, 童年成为天天向上的天天兄弟。 让观众们看到了他幽默分趣的一面, 电视剧《人间之味是清欢》中的表现,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喜剧角色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仿佛这些成就还不够。 2017年,王一博又接连获得多个奖项, 包括偶像新势力奖、 最佳新人演员奖和年度新任艺人奖。 这些荣誉背后, 是他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你可能会以为他就此满足了, 但他还是没停下来。 2018年作为创造101的舞蹈导师, 他严格要求学员们又不是温暖鼓励, 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老师的另一面, 而他自己也没有放松过对舞蹈的追求, 坚持自我进步和创新。 转眼来到2019年, 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一炮而红。 这部仙侠古装剧成了当年的现象级作品, 奠定了他在演艺界的地位。 不止如此, 他还发行了个人单曲《无干》。 这首曲子深情又撩人, 让歌迷们大呼过瘾。 2020年和之后的岁月里, 王一博又主演了多部作品, 比如《尤斐》、《陪你到世界之巅》, 以及《芬奇洛阳》, 而且还拿下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这些角色一个比一个有挑战, 一个比一个精彩。 王一博真正做到了用实力说话。 2022年的他在《冰与火》中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 2023年, 他凭借《无名》和《闯公之王》中深入人心的表演, 荣获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奖。 就在同年, 热烈的上映, 又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进一步的成长和突破。 王一博的故事仿佛一个个精彩的片段, 创连起了一个令人心动的职业生涯。 在这条路上, 他不断挑战自我, 展现多面的才华和魅力, 无论是在歌唱、表演、舞蹈, 还是在摩托车赛场上的冲刺。 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全能偶像。 而这一路走来, 不是没有艰辛, 但王一博总是以坚韧和执着, 让自己在每个领域都熠熠生辉。 对于粉丝们来说, 他不仅仅是一个追随的对象, 更是一股前行的力量。 所以, 作为粉丝的你们, 是不是也感到无比骄傲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位多才多艺的明星。 期待王一博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他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他的新作品又会带来哪些突破? 让我们一同见证。 一个明星的成长是怎样练成的?